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了解 他本身也是导演 OK 来 旅导 我们是在一个容积摄影棚 然后它就是总共里面有30几台摄影机 然后360度就是照我们 然后会把我们直接转成3D的建模 然后连材质都上去 真的啊 它其实是比动画还要再更逼真 应该说比我们真人还要真 就是它不是想 比真人还要真 那这样很恐怖 我们变成3D的模 但是我们不是被动画画 我们是被实际的人放进去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我们讲3D的动画 观众看很多 但那是画出来的 你们是被拍出来的 你本人的3D版就对了 那那个拍摄过程跟实体的拍摄 差别是什么呢 它就是你进去里面就是一个绿色 绝个绿色 然后360度环绕32个摄影机 你每一个角度它都捕捉得到 可是里面除了你以外 是没有其他东西的 当时都这样 所以等于说你要走音 你可能要自己想象 想象力要非常丰富 对 像我的就是 我跟他们配合的时候 我跟他们提说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就是绿Key的跑步机 对 所以我就是在绿色的跑步机 走完整支MV 哦 然后我们是一镜 我们是一镜座 很酷 一镜座啊 那Yellow呢 你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我只是单纯把这个当作一个很 另类的一个Live的演出 因为我觉得这个技术它可以除了很忠实的去呈现我的360度的动作肢体之外 然后单纯我只是想把那时候这首歌做一个数位典唱 因为不管是造型跟衣服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有某种纪念价值 所以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可是对我来讲 因为它从头到尾它就是放音乐 它这样补进去 我就是从头 对我来说就是从头唱到尾啦 所以我就是做一个Live的演出 然后让大家可以去用一个 不一样的角度去使用这样的素材 那这呈现你满意吗 我非常满意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酷的一件事情 可以看到你360度的样子 360度放大缩小 你要放在哪里都可以 可以用的时劲 就是直接放在 可以扩增它的时劲 我可以把它投出来 你现在从荧幕上看就可以 它可以在这里 这是一个很像抓宝那个 手机 抓宝的概念吗 过去那个时代就是说 好像媒体给你什么 你就怎么用 就只能这样用 可是现在变成说 你们可以给的东西更多了 然后看的人也可以互动 会有更多的互动性 对不对 很酷 那各位知道 他们两个讲起来头头是道 因为他们表面上是歌手 其实都是电视人 对 从年轻的时候就跟这个电视媒体 没有关系 你学什么的 我学大船的 是吗 所以你可以做导演 可以做幕后的 你有镜头语言 是 有一些基本的 他影像也是非常厉害 一流的 对啊 对啊 不要讲讲 你也不要客气啊 对啊 你说说 我还好 因为有一段时间 我是去东森的 XX的购物台这样子 我还是把它讲出来 不关系 电视台工作的这个经验 没有在电视台工作 对 你记得是购物台 对 而且是会卖东西 很会卖东西咯 我跟你讲 只要可以先进去就好了 购物台这件事情跟 音乐编曲其实有点像 怎么说 就是一样 比如说一样40分钟 你的条件东西都一样 你有几种元素 你要在40分钟内 去达到你的 销售场合 最完美的结构是什么 哪个先哪个后 是让拼图你要怎么画书 你要去拼怎么样的字卡 你要做怎么样的转场 排转档 对 但是你只有40分钟 跟你做一首歌三分钟一样 那条件有一些是既定的 有些是给你的 有些是别人给你的 那你要怎么样 在三分钟之间变出 给大家一个新的未来 新的看见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还是有点关系啦 拼图啦 对对对 好厉害 以后 讲话的速度 也蛮像购物专家的 对 真的 是不是还时候在 是不是还时候在 骂那个 走走走 而且很像购物专家的 因为有两位主持人 不然 不然他停不了 他直接拉主key 不然停不了 他停不下去 他经常放慢 那边一直一直跟我讲 说要再慢一点 nice nice 没问题 好 放慢一点 打电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